在2022年11月24日 Nadok-Siri Anwar Ibrahim正式成为马来西亚的第十任首相 之后首相也在2023年1月19日推出了 《昌明大马》的概念 那到底这个概念为人民带来了什么希望和期待呢? 相信不只是大马公民想知道 而看起来世界各地也很有兴趣的想知道 马来西亚的未来发展趋势 我们一直听到《昌明大马》的口号 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到目前为止 《昌明大马》为人民带来希望 还是不停地令人民失望呢? 让我们来一起探个究竟吧 记得别走开 你好,欢迎来到国际贸易简易学Simple Exim 陪你轻松学习国际贸易的专业知识 《昌明大马》的概念 主要是涵盖了 Script S-C-R-I-P-T S代表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 C代表Care and Compassions 关爱与同情 R代表Respect 尊重 I代表Innovations 创新 P代表Prosperity 繁荣 T代表Trust 信任 首相拉斗斯里安华在2023年7月27日 推出了《昌明经济强化人民》 Mardani Economy Empowering the People Framework 这个新经济方向正式 目的是要重组经济 使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经济领导者 同时也宣布了多项振兴经济的措施 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 这项倡议被视为是一份全面的马来西亚计划 其目标是解决国家的长期问题 这包括如何吸引外来投资 同时也要提高马来西亚的竞争力 另外这项计划也必须要解决民众当前的问题 这包括解决人民高居不下的生活成本问题 除此之外 政府将通过增加拨款 简化申请程序等等 以加速维修破旧的学校和诊所 另外政府也通过推动人民收入倡议 IPR 让赤贫群体有机会增加收入 而不只是接收援助金 同时还推出了Rama保护伞 BioRama的概念 并继续加强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挑战 在昌明经济强化人民的新政策之下 政府放映在未来的十年内实现 七项总期目标 目标一 成为世界第三十大经济体 目标二 全球竞争率指数达到前12名 目标三 财政设置低于3%或以下 目标四 劳动力收入总收入的比例达到45% 目标五 女性就业率提高到60% 目标六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前25名 目标七 青年指数排名全球前25强 这个是昌明经济计划的七大目标与当前的排名 现在政府聚焦在两个重要的焦点 焦点一 把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导者 焦点二 提高人民的生活数字 我们先从第一个焦点谈起 要把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导者 政府需要实行以下的措施 第一项措施 区域东盟议程 Original Asian Agenda 为了帮助马来西亚成为区域强国 实现每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5%甚至6% 政府建议的方法如下 方法A 培育更多高竞争力的本地公司进入东盟市场 方法2 通过自由贸易协定 不应该只局限于货物贸易 而可以促进更多关于劳工科技等等的贸易交易 以加强双边和多边的市场关系 方法C 专注于提供 High Value Added的活动 例如 并成的工业 应该专注于高价值的电子与电器 E&E的活动 比如 具体电路 Integrated Circuit的设计 方法D 提供税收奖励 Outcome Based Tax Incentive 以奖励负有高影响力的公司 第一项措施的总结是 A 把Asian Economic Zone的创建成一个类似EU Economic Zone那样 B 给予税收奖励 以将现有的Semicont Betrochemical和Palm Oil Oreal Chemical升级为更高级的产品 为了实现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导者 马来西亚政府实施的第二项措施是 吸引外来投资 马来西亚需要加倍努力 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方法A 通过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MIDA 来加强投资发展的机构 以及简化投资者的申请程序 方法B 重新审查投资奖励配套 把重点放在能够创造高收入的行业 以及愿意采用本地资源的投资行业 方法C 政府将拨款马币 1亿令吉把工业区的基本事实 给建设好 而且也加强Green Concept的概念 提供这些完善的Infrastructure 以及加强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给有关的工业区 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这包括在登加楼州的石化工业 Petrochemical 楼佛州的数据中心 Data Center等等 第二项措施的总结是 A MIDA需要更加积极的推广 以及吸引外来投资 B 政府将给予投资者奖励配套 而C 政府将提供基本事实 并且培训更多的熟练劳工 为了实现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导者 马来西亚政府实施的第三项措施是 帮助初创公司谨慎为中小微企业 再谨慎为上市公司 这意味着政府要把本地初创公司 和中小微企业给国际化 因此政府的计划是 第一步 鼓励更多的初创公司和中小微企业 进入新的领域 比如电子与电器 E&E 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 和航空领域 Aerospace的行业 第二步 政府将提供额外的马币 2000万令吉 以促进出口的增长 这包括中小企业发展计划 Mid Tier Company Development Program MTCDP 和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e Matrick的市场开发补贴 Market Development Grant MDG 第三步 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将采取金融市场改革政策 以吸引更多零售投资值 当中包括减少Trading的Loss Size 和Enable Frustration Share Trading 这能够使零售投资值能够负担得起 而参与其中 同时 政府也鼓励更多的投资值 为中小微企业和国家振兴计划进行投资 另外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也会将把ACE市场上市的公司 自动过渡到马来西亚的股票交易主板 为提整马来西亚初创企业的生态系统 政府将推出以下的财政措施 第一 政府和政府联营公司GLIC的将额外拨款马币10亿零级 并与私人资金合并 一起支持援助本地初创企业 并且鼓励技术创业者 第二 政府额外拨款马币1亿零级 以加强研究、开发与创新生态系统 把重点关注于工业需求 可再生能源、粮食安全和创新领域等等 第三 政府额外拨款马币1亿零级 给予数字化行业的援助 以协助中小微企业 第三项措施的总结是 A 政府将专注于新领域 并投入更多的资金 以促进出口贸易 B 证券委员会 让有兴趣购买马来西亚 公司股票的零售投资值 变得更加容易 C 政府将为初创企业投入资金 并提供生态系统的支持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记得like我的Facebook follow我的IG TikTok 小红书 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顺便也打开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这些精彩的内容了 为了实现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导者 马来西亚政府实施的第四项措施师 成为全球的伊斯兰经济领袖 为了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的伊斯兰金融体系 提升其在全球伊斯兰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马来西亚不仅仅专注在清真食物 而且也应该要超越清真食品 以采取更有持续性和更有效的方式 包含着HALA与Tayip的原则 这一项方法能够专注在 Equity Financing 包括Venture Capital Equity Clock Funding Islamic Digital Economy Islamic Social Finance 以及Branded Finance Methods 第四项措施的总结是 A 超越清真食品 B 专注在Equity Financing 为了实现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域者 马来西亚政府实施的第五项措施是 推动律师经济发展 长远之际 政府领悟到需要将现有的经济模式变得更加持久 那么政府就在2023年7月27日 发布了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NETR的第一部分 以加速能源转型 并改变马来西亚的能源生成方式 以防止气候变化加剧严重 那么这个主要的工作包括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产能 为政府大楼安装上太阳能电磁板 同时也通过电力市场体系 实施可再生能源的交易政策 National Energy Transition Roadmap 基本上是一个倡议 目的是在2050年的时候 国家可以用再生能源取代70%的总消耗量 这讲是一个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来源 可以使公司企业比更低的成本运作 而且对环境的损害也相对比较小 第五项措施的总结是 A. 发布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NTER B. 加速能源转型 并改变马来西亚的能源生成方式 C.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产能 为政府大楼安装上太阳能电磁板 D. 通过电力市场体系 实施可再生能源的交易策略 为了实现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导者 马来西亚政府实施的第六项措施是 土地利用和粮食安全 目的是为了提高自给自主的水平 和增强粮食的安全性 那么政府将专注于 方法A. 增加种植范围 同时也有效的利用现有的种植地 方法B. 通过农业技术 来帮助小农民来提高生产力 这包括再生农业方法 抗气候变化农作物和使用人工指挥技术 方法C. 改善吉拉州和玻璃市地区的灌溉系统 将稻米的生产力提高到两年五次的收成 方法D. 通过农业银行 Agrobank拨款马币 2亿令吉来提供金融援助给本地食品工业 特别是用来支援农业技术 第六项措施的总结是 第一 增加农业种植的范围 第二 进行更多的研发 第三 改善灌溉系统 第四 通过农业银行来给予适当的贷款 这个是焦点一 把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导者的总结 焦点二 提升人民的生活数字 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繁荣的社会 政府需要确保未来人民收入的增加 并且可以公平的分配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群体 因此政府实施的以下措施是 第一个措施 制造更多拥有理想工资的就业机会 政府的措施如下 方法A 为了实现更均匀的经济分配 政府将提高工资相对于GDP的政策 以达到45%的水准 向先进国看齐 方法B重新审查最低薪金的水准 并推广法律来保障一个安全与舒适的工作环境 除了最低薪金之外 国家经济部和人力资源部也正在积极地探索一个 监禁薪金的模式 意思是 只要生产力增加 收入也随之增加的概念 方法C 减少对外劳的依赖 并实施分层式的外劳征收费 征收费的一部分 将用来投资于自动化的机器与本地工人的培训专案 第一项措施的总结是 A 确保国内生产总值的45%分配给劳工 B 重新审查最低薪金的水准 C 积极探索监薪金薪金的模式 D 减少对外劳的依赖 为了提升人民的生活数字 政府实施的第二项措施是 提供平等机会 在不计较性别 种族 家庭背景等等的情况之下 政府建议提供 贫困人民平等的机会 方法A 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与技术学校 优先权限给予低收入的群体 方法B 政府给予特定的群体 包括妇女和青少年 加强培训的机会 同时也提供资金的援助 以帮助他们创业 因此政府额外拨款 马币4亿令吉给 SME Corp Tekun Mara 和Teraju等等的机构 方法C 政府进行特定的活动和投资计划 来实施地区性的发展 以减少地区之间的 发展差距 方法D 政府建立更有竞争力的金融区域 来加强 罗佛州 Escandal Malaysia的发展计划 以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 和外国人定居在马来西亚 同时政府也提供特殊的税收奖励 意思是 海外人才只需要付15%的税收率 除此之外 政府也提供更快捷的入境通道 以方便海外人才进入马来西亚 方法D 政府通过立法和管理措施 与鼓励母亲重返工作岗位 以缩小资产上的男女性别差距 第二项措施的总结是 A 提供奖学金 B 提供培训 C 提供创业资金 D 雇佣更多女性 E 建立少纳税的金融区 为了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 政府实施的第三项措施是 提供全民社会保障 政府将通过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来保障人民 方法A 通过社会保险进行预防 政府将逐步把工资金 EPF和社会保险 Soxo的覆盖范围 扩展到整个工作年龄的人口 方法B 确保足够的退休除夕 政府将进行改良 以确保马来西亚人在退休时的除夕水准是 足够的 方法C 通过社会的援助提供保障 政府已经宣布了各种现金援助计划和RAMA计划 以提供更高的社会保障 第三项措施的总结是 A 通过社会保险进行预防 B 确保足够的退休储蓄 C 通过社会援助提供保障 为了提升人民的生活数字 政府实施的第一项措施是 医疗保健服务改革 医疗保健服务改革的建议包括 第一 根据最近发布的医疗保健白皮书中的建议 政府承诺优化公共和私人医疗保健系统 实现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 第二 政府将提倡预防生育治疗为保健的目标 第四项措施的总结是 A 优化公共和私人医疗保健系统 B 提倡预防生育治疗 为了提升人民的生活数字 政府实施的第五项措施 教育和能力资源改革 方法A 政府将教育系统从供应导向转向成需求导向 这可以更好地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 特别是职业技术 教育与培训方面 方法B 政府为非正规员工提供技能训练 尤其是学历低于SBM或以下的员工 因此政府通过 索索为Bina Kejaya计划 拨款的马币4200万零级 第五项措施的总结是 A 将教育系统从供应导向转换成需求导向 supply driven then demand driven B 为非正规员工提供技能训练 尤其是学历低于SBM或以下的员工 第六项措施 全民可负担房屋 这包括方法A 政府实施一项 国家房屋行动计划 National Housing Action Plan 比如中位数房价的房子 应该供应给收入也在中位数的人民 方法B 继续房屋发展计划以扩大房屋出租市场 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方法C 政府通过Housing Credit Guarantee Corporation HCGS 来提高房屋贷款的担保 提供高达房价120%的融资担保 价值高达马币30万令吉 打个比方 如果房价是马币25万令吉 HCGS可以允许为你担保至马币30万令吉 这一位置多余的马币5万令吉 可以用作为律师费、补家费、保险、家具购买和装修费用等等 这让人民能够梦想成真 拥有自己的房子 在这方面政府将提供高达马币50亿令吉的担保费用 第六项措施的总结是 A 实施一项国家房屋行动计划 National Housing Action Plan B 继续房屋发展计划以扩大房屋出租市场 C 提供高达房价120%的融资担保 价值高达马币30万令吉 还有其他的措施包括 第一,重建马来西亚的财政能力 第二,废除已经过失 并且与昌明大马愿景冲突的法案 第三,改良补贴机制 援助应该分配给最需要的人 第四,提供更多的奖励措施和税收服务 第五,放宽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门槛 并通过落地签证VOA 为游客入境提供便利 第六,简化政府提供服务的程序和尽量数字化 这个是焦点二,提升人民生活数字的总结 总之,昌明计划,强化人民 目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高价值的产品 来为国家增加收入 并且把人民脱离贫困 关于如何实行的细节 相信会在2024年的财政预算案里自由分晓 从Simple Action的角度看来 National Energy Transition Roadmap NETR 即将会是国家最大的经济发展元素 NETR能够帮助更多的企业来降低成本 因为赞神人员更加便宜 而且更加有利于环境 昌明经济强化人民的架构 可能是自2010年前首相Nazi新经济模式以来 我们目睹过最具期待与最全面的经济模式 我们非常希望马来西亚能够从 昌明经济强化人民的计划里受惠 你对昌明经济 马达尼Economy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 如果这部影片帮助到你 希望你能够订阅 打开小铃铛 点赞分享 让更多的人受惠 这里是Simple Exim 国际贸易简易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